今天凌晨一點多 屏東嶺嶺大橋下 發生一起離奇車禍 一台白色轎車不明原因 突然從壁車彎自轉護欄之後 墜落橋下 可以看到白色轎車 整個嚴重毀損 而當時在車內的駕駛 也被拋出車外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好 可以聽到警方表示 當時正名42歲的流星駕駛 行駛在嶺嶺大橋時 先是衝破忽然之後 撞到橋下的電線桿 整台車往前噴飛之後墜落 而巨大的撞擊 造成整台車面目全飛 現場大量殘骸碎片散落遺地 而警方到場之後 趕緊將現場拉起封鎖線 並且將當場失去呼吸心跳的駕駛 緊急送醫 只是男子傷失過重 在送醫搶救之後仍然宣告不治 那根據瞭解 這名駕駛是屏東本地人 車輛登記在家人的名下 至於是天色昏暗 還是路況不熟 沒有注意到 詳細的最潮原因 還有在警方進一步調查理清